台北市的建国高架衔尖国一南下道路 在今天凌晨发生车祸 一名二十多岁的男性驾驶 不慎失控撞上了护栏 也导致车头严重的毁损 而警销后报抵达现场时 驾驶已经自行脱困了 是由救护人员送往台北马街医院来治疗 警方表示这起车祸的主要原因 疑似是因为驾驶疲劳驾车所引起的 所信并没有波及其他的用路人 至于详细的车祸造势原因 仍有在警方做进一步的调查理性